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音4啊 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呢,我们使用美国 也是成功帮助了马来亚,打赢了和日本的内战啊 那么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 在选择国策之前呢,我突然发现啊 我们的这个OFN囤结度现在是略高 自由国家组织略微有些不囤结 杜维总统曾比喻这个联盟为民主之家 像任何家庭一样,自由国家组织的成员们也因琐事而互相指责 涉及家庭未来的承诺接二连三的,以友好的形式爆发 从许下何等承诺到投入多数资金等等,而且频次不低 总的来说,各成员国都对目前的状况感到满意 而当时局变化,情况可能也会有所改变啊 而当上一集我们刚进入游戏的时候呢,囤结度是普通啊 所以说呢,现在变好了一些啊,非常好 那么随着马来亚起义成功,我们接下来选择新的国策 选择菲律宾的朋友 菲律宾被完全占领之时 新日驻扎的三万美国人仅有一万五千人得以归家 剩下的人要么死在了群岛的丛林里 要么在大屠杀中被日本军队虐杀殆尽 至少日本人是这么认为的 事实上,虽然麦卡瑟和奎聪逃出了菲律宾 但群岛的自由斗士从未放下武器 有些人为心中飘扬的星雕旗而战 有些人则为一个免于日本暴政的菲律宾而战 自由菲律宾共和国刚刚成立 但在国毁人亡之前,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那个所谓的菲律宾第二共和国 马上就要经历一场风暴 我们会竭尽所能,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若是想重返菲律宾 我们就得全力支持好我们的菲律宾战友 我们会运输武器,走私军火,建立情报网 以便我们的敌人情况进一步恶化 并提升我们与菲律宾再次结盟的可能性 很快,又一块多米诺骨牌也将倾倒 整个亚洲都会被我们牢牢掌握在手里 要是日本人发现这件事 他们不会开心的 但是没关系 1962年民权法案获得通过 许多参议员都知道 这项法案会带给美国急需的公平 自独立宣言签署以来 美国就一直在为公平这一概念而努力 历史上在非裔美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 政府几乎没有给予过帮助 就连宪法第15条修正案 也只是在名义上赋予了黑人投票权 政策很难落到实处 况且随着时间推移 南方诸州为了保持现状 人头税 十字测试 以及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 当参议员投票支持这项法律时 这一切都会被改变 反种族隔离者会欢信雇武 而南方的政治家则会被激怒 这项法案会彻底废除任何基于种族 肤色 信仰 性别和原国籍的歧视 不公平的选举权将会被废除 企业和其他公共设施也将正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非议美国人大体上获得了自由入学 自由就业和自由使用公共设施的权利 总的来说 他们现在拥有了政治力量 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 而这只是完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第一步 但在南方并非一切都好 南方的选民们都涌向了NPP的国民党团 他们希望这项法案可以被废止 让社会回到正轨 很多南方人非常鄙视这种工人扰动他们生活的行为 在南方政治家的帮助下 他们已经有了可以实质上撼动反种族隔离制度的力量 这项法案不仅带来了急需的变革 也让美国社会出现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的最大裂痕 需要我重申联邦政府高于州政府吗 1962年民选法案 经过多年的抗议 政治内斗和全国不断上升的不满情绪 这一刻可能成为了一个分水岭 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这个问题上拖延了好几年 肯尼迪副总统首先提出了1962年民选法案 但却发现总统本人希望将这个问题往后推迟更长时间 因此而不断受挫 然而最近的事件导致了参议院批准改变 他们担心国内冲突从而迅速批准了该法案 虽然该法案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庆祝 但也引起了其他问题 副总统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 总统反对该法案的行为导致公众对他的看法进一步下降 随着南方政客开始集体转投MPP 很多人担心这将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国家故事的转折点 民权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了 或者说接近解决 民权法案禁止一切基于种族 肤色或宗教信仰的歧视 与此同时法案还禁止对选民登记法的一切不平等适用 在校园公共场所以及私人经营场所中的种族隔离 全部被视为非法行为 在这份法案生效之后 国会和总统终于对多年前的判决表示了认可 吉姆克劳法现在终于在纸面上被击败 但不幸的是恶魔永远存在细节之中 这份法案的缺陷就在于他几乎没有强制联邦和各州执行其挑款的手段 平等就业委员会虽然因这份法案得以建立 但是该机构却只能对就业歧视的申诉进行调查 具体的控诉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官僚程序后 由司法部提起对违法行为的实际约束的责任 落到了那些对民权冷漠的联邦法官身上 因此许多非议美国人认为 这项法案并不足以去抵消数百年来 努力制和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恶果 一些人觉得这份法案只是用来让金牧师闭嘴的糊弄之作 但他们都认为至少这份法案聊胜于无 在上一集的最后 由于我们的总统在上一次的选举中做了一些事情 而导致了一个人试图勒索他 那么我们的总统也是寻找了一些水管工 现在我们收到消息 FBI出击要逮捕证明匿名的勒索者 对白宫方面并不困难 记性地址是假名注册的 而邮费则以现金支付 因此FBI决定顺水推舟 写一方屈服于勒索的信 并要求当面转交 令人惊讶的是 勒索者竟然毫不犹豫的现身了 他立刻被联邦特工抓获 24岁是活动家 名叫查尔斯诸诺 但特工再也不能从他身上挖出更多信息了 除了要求聘请律师外 他对一切保持沉默 而指文则证明他无疑就是寄信人 FBI猜测 他只是一个被误导的进步人士 想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强行改变现状 他们的思维也只能触及在这一层面了 他将以间谍罪和信件诈骗的名义被起诉 并可能会在11月前受审 如果一切顺利并得到白宫点拨的话 审判时间可能会提前到10月或者9月底 如此等中期选举开始时 他就会安全地蹲在监狱里了 为胡佛和他的小伙子们三呼万岁 那么现在寄信人也已经被抓住了 想必我们的总统阁下终于是可以高枕无忧了 近期地缘政治的改变 动摇了特鲁西略大元帅的统治 三头同盟崩溃后不久 一场未遂的政变取得了些许成果 但最终被宪政权镇压 政变虽未成功 但他表明了多米尼加内部政治的转向 密谋发起其他政变 特别是更有组织的密谋不再是一纸空谈 此外若无伊比利亚 多米尼加在外交上将遭受周边国家孤立 考虑到特鲁西列政权已于过去十年间变为国际弃儿 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任何尝试皆为无用功 数名当地特工利用其人际关系 同多米尼加共和国内的中成派官员 揭露了数起失败的政变 事后 特鲁西列政权发起了一场小规模清洗 让部分官员感到不安 在古巴援助加勒比军团推翻他的统治的计划正在进行 多米尼加在海地边境的持续军事存在表明 其外交方针仍未改变 我们必须推翻特鲁西列政权 多米尼加大部分的反对派正结成统一战线 反对他对欧陆 拉美法西斯 以及反美政权的支持行为 这些反对派与我们也与古巴墨西哥情投意合 与他的政权交战时 美国特工也在被派去支援叛乱分子 组织他们配合军团预期的攻势 同时特工们也在组织策反多米尼加军队 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忠诚 勇敢 正直 那么我们现在就解锁了全球冲突 驱逐特鲁西列 在拉丁美洲事务上 多米尼加共和国已经逐渐成长为 我们身边最难拔的那颗毒刺 特鲁西列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迟早会把我们在该地区的投入化为乌有 如今三头同盟已然瓦解 我们掌握了推翻独裁者的绝佳机会 来自阿勒比海各地的志愿者 已经组织了名为 第二加勒比军团的小型反法西斯军事组织 在经过古巴盟友的训练后 我们将亲自指挥他们打倒特鲁西列 反对法西斯政权的背后势力 并非来自一个国家 而是多个国家 倘若加勒比海最后的独裁政权垮台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就变得尤为重要 那么还有128天 军团就训练完毕了 在这之间呢 我们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他们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菲律宾的朋友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菲律宾人斗志强 宣告远东武装力量瓦解的 并非是低沉的物业 恰恰相反 那是一声阵容发聩的咆哮 这声咆哮不禁让人回想起 就在不远的过去 菲律宾人那不屈的革命精神 这只有天生战士组成的队伍 誓言要对压迫者进行应得的审判 他们身上迸发出的这种坦率和热忱 已经点燃了从马尼拉到纽约的 每一个自由人心中的火焰 哪怕仅仅是言语 就让每一个叛徒几倍发凉 在一片死境中迎来他们注定的毁灭 蓝利方面传来的报告称 就在今天早上 从菲律宾的琴山和丛林中 传来了行动的谣言 也许巴丹的回声 在不久之后就会再次响起了 抓到勒索者的消息固然让人激动 但白宫和司法部的喜庆气氛 又迅速被另一个坏消息给搅乱了 吉查尔斯诸诺并非在孤军奋战 除非得到了同谋者的协助 这封信件 李当和其他被拦下的邮件一起 受到检查并被截获 特勤局立即开始着手 对潜在的线索进行调查 但目前为止 我们还对事情的全貌知之甚少 白宫员工在暗地里窃窃私语 大部分都猜测 这是一次信息泄露事件 大概和NPP有些关系 更糟糕的是 市井留言中疯传着 另一次灰色恐怖的到来 但这次的矛头却指向了NPP 目前调查只针对白宫内部 而尼克松政府中只有几个NPP成员 但只要走漏了风声 给政府内的其他官僚机构 这就将掀起更广泛的恐慌 更别提调查泄露给媒体的后果了 形势变得更复杂了 在菲律宾作战至最后的三万美国士兵中 仅有半数在战后回到了美国本土 其余的人要么死在战斗 要么死在战俘营 要么在遣返工作突然终止时逃回了丛林 此后又传言说 马尼拉政府无法触及的南部 在群神和丛林间 仍有人继续抗击着共农圈 时光一去便是二十载 但最近的事态发展让我们知道了 这些战士长年艰苦的奋战的 根据地的真实面貌 虽然曾经被遗弃在木屋边界的荒郊野岭 但现在他们距离马尼拉只有百余英里 徐大人呼吁总统援助这些老兵 让他们稳住 不论如何 我们都将为这些小伙子们的斗争 画上句号 带他们回家 我们绝不会再次失败 敦米尼加共和国的街道 最近显得格外安静 如果你不是警察或者政府的打手 目前最为理智的举动 似乎就是不要上街 保持低调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将要发生 但只有少数人能够说清楚 究竟为何 而迪尔伯恩领事正是如此 他从办公室的窗前走开 转身同他的客人们谈话 他们精心整理了各类照片和报告 将其一叠一叠地堆在办公桌上 他看向桌上中央的那张照片 特鲁西列那被红笔圈住的脸显得更为丑陋 我们终于抓住他了 几十年了 他终于要落在我们手里了 他聚精会神地扫视着形形色色的各类文件 他精心构建的指派物正摇摇欲坠 教会厌倦了他这个暴君 商人们受够了对他们家族的掠夺 全国的年轻人都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甚至连中产阶级都对他治下那停滞不前的经济心怀不满 他一旦倒台 老百姓们必会拍手称快 但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轻轻推他们一把 两名FBI特工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其中一位开口说 明白先生 我们马上就将这些汇报给华盛顿 并继续准备前期工作 在特鲁西列眼皮底下 我们将为他送上一个大大的惊喜 雅典行动批准 我们的探员成功于印尼军队中 属于椰子河上校的军官搭上了线 这是一个来自苏门达腊 于在爪哇当权的乡土防卫义勇军的敌对派系 在审法取得椰子河上校的信任后 我们得以继续和该派系的领导层直接会面 他表示 由于政府提供的资源不足以让他们履行职责 他手下的战士已经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为完成工作 他们不得不寻求其他人的帮助 在讨论了美国资本投资他的军队的可能性后 上校表示只要我们给的好处足够 他愿意行动来表示他对雅加达的不满 这样的机会十分宝贵 它可以使我们破坏印尼军队的团结 同时削弱印尼政府的掌握力 总统先生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就会开展进一步的谈判进程 太棒了 马上安排谈判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菲律宾人斗志强的过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点燃火柴 在一条被遗忘的小巷里 憔悴的酒保拖着疲惫的步伐抽着烟卷 烟雾和燃烧的灰烬在夜色中摇摆 就像一个微缩的地狱 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旧报纸包装的袋子 一捆电线从苏加诺总统的头像上的窟窿里探了出来 一位农民 他的视线从打火机的空壳中望去 今天他和他的同志运气不错 在这样一个明亮的晚上 几英里外山顶上的盲人也能发现一根烟柱 在达尔文的一个废弃公寓上 便一将他的业余无线电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未使用过的频率 他训练有素的耳朵 正在无线电中搜寻那一串将点燃印尼群岛的数字 下午好 狄克 爱德加胡佛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这样说道 随手把身后的门轻轻关上 尼克松皱了皱眉 回应道 我跟你说过 不要那么叫我 你可是跟我说了很多东西 总统先生 我可是为了你的见面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还是媒体不准备揪着我不放的那一场 你最好给我一些好消息 胡佛又说的不是好消息 但也是重要消息 FBI对勒索者的背景调查没什么进展 但对勒索信本身的处理也仍然是个问题 胡佛像往常一样谨慎周到 他问总统是要永远把他封在机密文件库中 还是尽可能销毁他 无论怎样 他应该都会被永远埋葬 不过这未来可能会有些价值 毕竟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 对手试图勒索他们 这一事实能够为总统提供一个相当大的好处 那么全给烧了 全给烧了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点燃火柴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印度次大陆 在英国撤军后 英属印度的尸体上浮现出两个政权 一个是印度共和国 还有一个是盘踞在孟加拉的自由印度运动 日本的目光凝视着大英帝国宏观上的宝石 但战争已经错去他们的锐气 迫使他们只能将印度大部分地区作为中立国保留下来 在后来的岁月里 东京方面满足于只让他们在加尔哥达和新德里的敌人 对赌次大陆的命运 但美国有能力和意愿 让胜算向民主国家的方向倾斜 许多美国公司已经将他们的部分资产 转移到印度的发展中城市 寄希望于这能够迫使尼克松追随他们的脚步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印度次大陆的国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 选择承认印度共和国 不管是出于对重启与日本紧张局势的担忧 还是单纯的冷漠 美国政府自1946年以来 没有接待过任何一届印度政府或向他们示好 事后看来 美国可能过于容易的就顺从了大东亚共用圈虚无缥缈的威胁 而他原本可以早些为反击大东亚共用圈在亚太地区的野心打下基础 尼克松政府将认识到这些地缘政治热点的机会 并借此扭转这一趋势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总统本人将会访问新德里 并正式承认尼克鲁先生为次大陆合法政府的总统 好的 又过了35天 我们也完成了承认印度共和国的过策 接下来我们继续选择给他们武器 目前西印度的军工企业被印度共和国国防部的一帮无能官僚控制 基础薄弱的像一张白纸 他们这下没有哪家军工企业称得上设备完整 于是他们只得从国外承包商那里进口 以满足军队的需要 诚然这样的产业模式很适合一个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国家 但只要加尔格达一声令下 他们的状况就会天翻地覆 与此相反 美国的军火大行仅仅在国内就能卖出数以百万的枪支和军火 这些公司很乐意用一种更为正式的方式打开它过市场 白宫当然也急于满足两档的需求 毫无疑问 印尼人民对于苏加纳政权的政府毫无好感 他的铁办政策是以农村地区的牺牲为代价的 他的偏袒则使得政府各部门分歧越来越大 更不用说许多人把印尼视为东京的傀儡 日本人在工业部门和军队中都有不小的影响力 然而经过也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起义理由 但是各派系中却找不出一个足以团结各反派势力的人 每个派系的目标和诉求都千差万别 这使得无论叛乱是由底层民众驱动 还是由精英阶层驱动都胜算渺茫 至少目前如此 我们会持续关注事态发展 直到新的进展出现 加勒比军团已经结束其训练计划 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经过国防部和古巴墨西哥两国商量 普拉塔港入侵将于两个月内展开 与此对应 多米尼加各大城市 接按计划发动全面起义 据推测 特鲁西略政权及海外支持者 已得知入侵和起义的计划 当地军官提供的报告指出 军团的作战水平虽有提升 先前的经验 却限制了水平提升带来的好处 一些武器和通讯设备 已经被送往起义地区 希望这能把政府军的注意力转移 近期特鲁西列政权将镇压重心 转向了针对关键团体 其战术和伊比利亚防空手段相似 此外 有传言称多米尼加近期 获得了一批现代防空系统 这表明有第三者正投入资源 阻挠入侵 必须承认上述所说 让预定的干涉充满了风险 多米尼加虽无取胜可能 外国政府的干涉 却让冲突可能会演变成为 矿日持久的战争 最终导致行动失败 不过这些风险我们早有耳闻 中情局曾尝试揭露 抓捕外国特工 但现在他们的重心 是保证登陆行动的成功 忠诚 勇敢 正直 入侵将于60天后开始 印度共和国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 资金短缺 以及缺乏获利途径 德国复杂而过时的法律 逃税行为异常猖獗 因此导致资金的短缺 大大阻碍了新德里的工业化进程 他们的经济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没钱就盖不了工厂 没工厂就赚不到钱 幸好美国的投资机构和工厂 都愿意横跨大洋帮助印度 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总统的一纸公文 当然还有他的激励政策 好的 那么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963年2月28日 本来我是想继续玩下去 到一个节点再结束的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着很多的事情 包括多米尼加 还有菲律宾 以及刚刚发生的第二次马达加斯加起义 都需要我们去处理 那么与其等到一个节点之后 再结束我们今天的影片 我觉得不妨就先在这里结束 在下一集中 我相信这些事情中的一部分 或者是全部 就都会有一个结果了 那么看了一下时间 感觉今天这集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妨点赞啊 再定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 视频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 大家再见